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畢業以後,我沒有想過要去做演員 我那會甚至不知道有北京電影學院這麼一個學校 因為個性比較害羞 剛上電影學院也挺迷茫的 一開始的過程挺痛苦的 首先做演員,你第一個就是要解放天性 慢慢地就會找到那個人路狀態 剛開始因為黃磊成名比較早 我出來大家都會以黃磊的女朋友來介紹 後來隨著自己的作品也得到一些大家的肯定 後來我就會覺得,我不光是黃磊的女朋友 我還是孫莉 那當然05年完全沒有計劃的多多來了 那會兒就在想,我到底是應該還拍戲呢 還是在家裡做一個全職媽媽來陪伴多多 想了很久,我選擇 那我要做一個媽媽,做一個全職媽媽 我朋友也會這樣講,你犧牲太大了 我說,我不是為了誰去犧牲什麼 你看著孩子的那種成長 你會覺得那個快樂真的是 你快樂,我快樂,我們大家都快樂 多多慢慢長大了,在她兩歲的時候 我跟黃磊一起演的一部舞台劇 《暗戀桃花園》 這個戲也是陪伴多多的成長 戲結束了,然後你回到現實 黃磊在我身邊,多多在我身邊 我真的好幸福 我覺得全職媽媽,她也是一種工作 是一種選擇 我選擇了我的一種生活狀態 我覺得就是要聽從你自己的聲音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做出了決定,你就以最正能量的 最開心的方式去迎接 這就是我想要的,這就是我的選擇 我是多多和妹妹的媽媽 我是黃磊的太太 我是孫莉 改寫命運,你也可以